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不知道这四位爷爷在旅途当中有发生过哪些可爱的笑话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是真糊涂 他是走的最慢 我就是电后 我看有什么落后的 我这个兜羊 他们俩领头羊嘛 我老都是他 我差不多行了走不走不 大伙等你一个儿了 好好好 他没看过 到地铁到哪都看 对 他什么都要看 大伙等他 什么都喜欢挑剔 我看看他们发过地铁 我觉得很落后 那个电线都裸露在外头 如果大家总是觉得周末没有什么好去处的话 就一定要关注我们本期的完美主义 因为主持人萧云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探索 帕萨迪娜一家非常温馨的手工陶瓷衣店 在那里小朋友们不仅可以享受跟爸妈在一起的欢乐时光 更加可以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 实在是一举多得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你会专注于孩子和家庭的东西 给大家感兴趣 我们给大家感兴趣 给孩子和孩子们 我们有很多生日节 特别的节奏 给孩子和孩子们 一个好处是 整个装饭的程度 甚至于第一个开始的人 你进来 你回来 你回来 你选择一部分 我们可以选择五、六百个东西 每一切都在选择 你会知道 你会够的价钱 你会够尽们 用很多技巧 用担忽 用功能 我们是几乎 我们只能帮你 使用这一部分 一部分 destination 你会够到整个 promising 八十分天 我们将建议 你会用饭 你能够补CRAT 你用你的槌 要用你的用盒 你包装 这些 这些是最普通的 有了 这些锅油 是你的银子 是 Your cookies 哦 你可以omet饭 你会用这些诶子 or your crackers and milk these plates yeah these are platters for like cupcake or treat whatever see the little cupcakes on the side there 本期的环球抢先看 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大家再见